每個月一次準時和大家見面 就是本台和港大民意研究中心做的文情指數 是啊 因為我很喜歡看數字 因為30秒很快就說 兩個星期最近台灣爭論的一個很大件事 就是台灣有一個自己綠色綠營的 最出名的民調那些協會做了民調出來 原來發現深陸的選民有三成以上 最後會投馬英九 搞到綠營裏面吵架 頭都吵架了 但綠營裏面吵架 但民調那個機構說得很清楚 這些數字做了八年至十幾年 經常都是這樣的 爭論做什麼呢 數字說明一切 不要靠觀感 看數字就對了 所以我們民情指數每個月做一次 是真正反映這個民意 就不是靠一些觀感 觀念 這些是沒有意義的 是 看數字吧 是啊 沒錯 調查的日期也很關鍵很重要 跟大家說一下這段時間 10月25日至11月3日的時間 調查人數1,009人 會影比例67% 百分比例差加減3% 那段時間是 剛剛這個特首施政報告講完 區議會選舉 是一個 還在那邊冷處理階段 當時還沒有去到那些事情 剛剛特首講完 施政報告上了立法會 扔東西之後就發生了 即是差不多了 那個時候 所以下一個也很重要 就是會否用憤怒形容社會現狀呢 彭城數字都挺個人的 是啊 在今次這段期間做的調查方面 說會的就佔了21% 不會的就佔了76% 不會就沒有變 是啊 但不會就跌了一點 嗯 是啊 跌了兩個百分點 下一個也很重要的 總體評分 大家都很關注這個 那麼 憤怒程度評分已經跌了0.8% 沒有這麼生氣 沒有這麼生氣 48.7% 但是都是那個上下的位置 下一個是叫做社會狀況滿意度 都挺過癮的 是啊 我們又分開三個不同的狀況 就是跟大家看一下 關於經濟狀況 民生狀況 和政治狀況 對於這個社會狀況滿意度 經濟和民生 以及政治滿意其實都升了 升了 是吧 特別經濟狀況升了4% 民生都升了 那就不滿意就跌了一點 不滿意的民生就多一點 這個也是這樣 不過你知道我們不是大家想升跌的 這幾個民生滿意都還是低 是吧 政治狀況呢 還要爆升了一個百分點 都還是很低 是 是 是 所以下一個也很重要 最近三個月來 香港有什麼事呢 令到你很憤怒呢 包括我們剛才的討論 是啊 原來有嗎 有 我們數給大家看看 是啊 外傭居港權的司法覆核爭議 5% 就是說選舉前這個因素 開始發酵 是啊 升了就是一個百分點 另外有三個議題 包括有劉介高企繼續 都在榜上面 沒錯 主公問題5% 那些激進表現呢 立法會議員在議會裡面 剛剛那時候真是壞了 撞開又爭 有釘東西 有摩哥被人趕出來 是 都有百分之四 施政報告其實是當頭的 有百分之三 反而你會看到 如果這個數字 早三個禮拜 比公民黨好些 嘩 我用居港權司法覆核爭議 爆到第一名 劍升了1% 這個很重要 沒錯 還有幾件事件 最近三個月的事件 令大家很憤怒 也包括有 這個林瑞麟出任的政務司司長 都有 有上到榜上面 是 三個巴仙 三個巴仙 蔡征與孫安 六千元 這裏 內地孕婦產子問題 和百物騰不貴 都維持百分之二 是啊 我是很差的 我看到內地孕婦來港產子的問題 已經上榜了 所以都有點擔心 是啊 不如我們看著 這麼多條的問題 和這個分數 以後百分 給問問我們的嘉賓 港大民意研究計劃總監 鍾廷耀先 鍾廷耀 鍾廷耀 大家都拼禍了 是吧 輸唱了 是不是輸唱了 這個禮拜 是啊 剛才你也說到 如果這個調查 是在選舉前 能夠公佈 是 可能對各方人士 可能有些幫助 或者是很大的幫助 是啊 給我都調整 還說外容 當然是馬上擔心百分之貴 現在當然事後很明 我們的時間表也要現在出 但是這個調查 事實上是選舉前幾天已經做完 回顧選舉前的一段日子 這個調查很明顯看到 所謂民憤一直是有下降的 就是過去一個月兩個月 大家心情是平和了 這個是一個比較特殊的現象 因為通常一些選舉臨近的時候 通常一定是炒熱一些議題 就是說民情是被激起了 尤其是憤怒的部分 就是你憤怒什麼都好 但是透過一個選前的 就是助選的工作 或者操作 或者是發酵 通常情緒會高漲一些 但是似乎我們看到 又不是這樣 它是順勢再向下調一點點 當然我們講 就是所有兩個黨派之間的問題 現在都在分析期 不過這個就不關這個民情指數事 事實上在選舉前那個禮拜 我們都有頂期的發放 尤其是說的是 立法會議員的表現 就是大家支持度 明顯地那時候我們都看到 公民黨的主力的議員 他跌得很交關的 所以你結合這些 所謂選前得到的數字 這個今天才發放到的數字 那你就會見到 其實民情基本上是平和了 選舉前都不是醞釀得很交關 但是個別的黨派 個別的問題 事實上是令到有些市民 就是所謂他們失分 可能結合了這麼多數字 以及剛才主持也說 就是在台灣的經驗 不單止在台灣 就是美國很多民主社會的經驗 就是幫我們檢討一個得失 現在講選舉的得失 最好先看數字 因為讓數字先說明一切 然後你再解讀 它會來得好些 但是香港似乎就 這方面比較弱一些 為什麼為止解讀呢 彭程你都看到了 愛容居港權 很多人都說 特別是某些黨派 我們的基本盤沒有變 都是得到這麼多巴仙 但是即使那個所謂發酵 沒有所謂大型的政治對立 在那個階段 你會見到愛容居港權 司法科學爭議 透過一些政治操作 排了第一 似乎真的這件事 在一些建制派眼中 這個操作成功的 成為那個討論的核心 但是不是區議會核心 而是社會核心 這件事反而影響了選舉 沒錯 如果用選舉 事實上也都 現在選完了 都看到很實在的結果 我們看回市民所謂憤怒的議題 我們可以看到 沒錯 外容居港權的事情 是排第一位 雖然數字不算高 就是5% 但是這個議題 原來已經不是今時今日的事 不是嗎 因為一個月前 我們再上一次的發放 這個雖然當時排第二位 就是叫做4% 但是都是已經擺上了 上台了 就是已經發酵了一段時間 就是穩步上去 可以這麼說 就是說如果從數字 它是平和的 就是一個月兩個月 其實都是在爭議 但是我們剛才說 一個整體的氣氛 就是講政治經濟社會 整體狀況 選舉 就是講區議會選舉 並未激起市民的憤怒 於是在一個相對平和大的 但是在做事的時候 我們事實上看到外容居港權 這件事情 是透過選舉 是造成一個主要議題 就是說其他 本來可以有其他議題 因為我們看這個民情指數 其實在過去一兩個月 都有很多大問題 譬如我們說新聞自由的問題 就是領導人安排的問題 補安問題 就是那個現在看起來 已經是一個月前的事 就在選舉的時候 就沒有把它再發酵 但是偏偏就剩下外容問題 就發酵得非常厲害 我想這個是很容易 就是用這個去解釋了 其中一些的得失 將這個再放下去 排第三個部分立法會議員的激進表現 一加三 這個都是政治層面的事情 反而那些人沒有那麼生氣 施政報告 就是說其實很多人解讀 就說不是 加上擲東西 其實炒了一碟 都慢慢表面平和 但是慢慢在下面那裡生出來 我自己就這樣看這個問題 就是說比較激進的行為 雷近台灣一種的肢體抗爭的行為 普遍來說香港是沒有大市場 但是它事實上有一些小眾的支持者 在那裡 這個小眾支持者 會在什麼情況下 變成一個議題呢 或者變成一個議席呢 這個當然需要思考 首先在區議會的層面來說 其實很難變成一個議席 因為通常都是一個兩個去爭 如果你說比例代表制 那就很可能 有機會 6%可以有一個議席 但是除了議席 還有一個議題的發酵 我們看一個選舉 區議會的選舉 議題都是發酵不到的 因為我們是看到 在當時的一兩個月 其實民情相對是平靜了 如果我們是把它的歷史退回頭 可能是兩個月前七一的效應 或者是剛剛 剛剛說的是保安問題 就是副總理來的時候 民情是相當激憤的 如果在當時進行這個區議會選舉 又有一種比較激烈的一種抗爭的議題 可能得票率是不同了也不一定 但是如果看回這個所謂大形勢 其實那些議題已經過去了 已經過去了 即過去了 反而取代之就是一個 即是說的是非用外用的問題 還有事實上當時有一些所謂的官司的問題 就是看到大家市民對法治 還有一個法律程序開始有些少質疑 在這個大形勢下 其實這種比較上是 就是由釘招或者抗爭是代表的一種聲音 就不是得到很多的迴響 是的 大家生氣少了 是不是滿意有很多呢 多了很多很多 還有今次在這個調查 你多問了一條新的問題 是的 關於林瑞倫做政務司司長的事情 數字挺好看的 是的 我們待會休息回來之後 就和大家繼續說一下這個文情指數的調查 專輯再見 繼續 本台和港大文化研究中心 一起做的文情指數 再看看我們其他幾條問題 Max 沒錯 還有一個叫做 社會對香港狀況的憤怒幾率 和憤怒程度的平均分 是的 沒錯 市民對於香港社會狀況的憤怒比率 和憤怒程度的平均分 究竟是怎樣呢 其實講到就是那個百分比方面 那個憤怒的比率就是百分之二十一 憤怒程度平均分率是百分之四十八點七的 剛才你說了 跌了下來 是的 跌了的 沒錯 比最高峰的剛剛七一遊行後 第補制的時候三十 跌了下去 其實挺好 所以因此是這樣 整體社會狀況的滿意 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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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到52.1的 這裏其實都 對政府來說是一件好事 當然了 民情指數與憤怒指數 都是一個對比的 是的 上次過了死亡交叉之後 是的 喇叭了 是的 變成喇叭型了 是吧 裂口高開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總之是亂說 裂起來 你看到那個慢慢慢慢 這個憤怒指數 慢慢慢慢 下降少少 是的 由上次的50 跌到49 是的 今天下降少少 另外那個 民情指數方面 由上次的84 你還未升到86 是的 所以其實 需要問一下鍾庭耀 上一次7月的時候 你都問過 只要你 橙色和紅色 越黏越埋災 如果紅色飆上的話 香港真的是暴動邊緣 但是現在看來 為什麼越抹越開 是不是政府施政好了 大家開心了 這個數字明顯地 就是一個民憤下降了 其實下面那條線就是一個民憤 上面那個就是一個滿意 你可以當成一個滿意的程度 大家的概念正確對照 是的 就是這樣 抹開還是黏起來 是的 換言之 兩條線都是顯示著 可能同一個現象 就是基本上市民的心情平和了 但是我們去 尤其是上面那條線的民情指數 這個數本身是有一個意思在裡面 因為現在這個是85.5 你當它是86分左右 86分當然你可以相對 整年的走勢是怎樣 我們都在做一個過去20年的 一個民情指數的走勢 但是要一些時間 但是簡單來說這個概念就是 當它停在85的時候 即現在的時候 它究竟是好還是不好 是的 好還是不好 我們其實用一個 其實整條線的那個單位 量度單位 有點像是智商IQ的單位 就是正常是100 就是過去20年為準 正常為止 就是先畫一個基本的線 是的 一個基本的線 是的 到85的時候 是一個比正常差的 但是差到多差呢 我們用一個對照表 大概可以告訴你 它是最差的15%左右 即是說有8次裡面 即是如果你分開有8次機會的時候 那它是差不多最差的1% 大概是這樣 所以你也看到它有升降 沒錯它現在是在升降的 但是我們從解讀這個數字 或者從從政者的角度 是的 又完全不可以自滿 因為86分不是一個高分 其實是差位徘徊 要用我們的說法 不斷在差位那裡動一下動一下動一下 那你也可以說它有一個 都會合格一百 你正面一點看它 它不是有一個上升的勢頭 是的 在兩個月裡面 有上升勢頭 就是勾債危機就快解決 是的 又縮上一點點 但是又回落一點 你用勾債就說得好 因為現在勾債的市場 就是非常波動 即是史無前來的 隨時上升 然後跌得很交關 我們看著這個民情指數 過去一年 不是二十年 那你見到 事實上上次那個黃金 死亡交叉 死亡交叉 好似越來越近 八月的時候 但是種種原因 它又拉開 即是大保制一員 放開了 全轉了人 是的 臨選舉前 它議會選舉前 它再拉開一些 都是大家開心作案 變成這個問題上面 沒有一個更激化的問題 現在似乎你從好的勢頭看 可能繼續上升就沒事了 但是其實民心始終還是虛脅 但是你可以這樣說 因為去到這個位置 現在我們再前瞻一點 我們會看到 特首選情開始慢慢 煲熱了 煲熱了 即是說現屆特首 現任政府 就不用觸碰一些很敏感的議題 它可以交給下屆政府 當然這個是一個無謂政府 可以這樣做 但是也有一個機會 就是因為 我們看回現任政府 包括曾蔭權本身的民意的支持度 它是會放越下的 所以它現在的低位度 是有機會踏入一個危機 所以現在就處一個 我覺得自己看 就是接下來兩個月 都相當關鍵從民情的角度 即是危機 是啊 沒錯 我們問了這條問題 林遂倫早前獲位 又不是政務司司長 會不會用憤怒來形容這件事的簡直呢 就是有憤怒有31% 沒有憤怒的62% 跟很多人來說不是 不是很多生氣 難怪特首都說沒有什麼 是沒有什麼 可以這樣解讀嗎 是的 鍾成耀 以數論數31%不算一個很高的位置 但是當然這個是測試憤怒 即是憤怒就是一個比較強力的一個形容詞 但是始終我們這樣看 就是31%你去到一個危險警號 憤怒還是不憤怒呢 大家似乎已經慢慢淡化了這件事 因為我們在上一次做一個調查的時候 其實我們剛剛是窄戒 兩次前是窄戒 當時就剛剛宣佈了林局長 就變成林司長 我們估計民情有一個震盪 事實上也有一個震盪 但是由於我們如果以這個民情指數調查 每個月做一次 窄戒 窄戒 所以再一次做的時候 施政報告已經發表了 也有很多安撫工作做了 我想林司長都看了這麼多數字這麼久 他都有他的對應方法 只可以我現在看數字 躲起來 他都叫做對應得算不錯 就是那個發酵了一段時間 就下去了 究竟日後怎樣 當然我們就要看林司長自己的表現了 我見他躲起來了 但是始終 不要忘記 過往三個月計 他都在排第五位 都是低於施政報告一級 所以都很重要 所以下次組會不會有什麼改變 最好滾出十大 沒辦法 當然最開心就是這樣 最滿意就是這樣 我想不用等下一次這個 因為我們不斷地在做司局長的分數 尤其是司長 每個月我們都有一次 如果他的民望持續保持低位 雖然大家不生氣 但是他在一個行政的角度來說 都是會困難的 好 多謝鍾廷耀今天 高過彤希臉就可以了 是的 又加上下一次的特首選舉議題 又發酵看看又怎樣 謝謝鍾廷耀 有些鄭新聞回來之後 有馬Sir的中國評論 一會見